我現在講講看《聖經》 我會鼓勵初信的人先看《新約》 看了幾次,然後先看《舊約》 而看《舊約》的時候 都去發掘神的美好的聖經 美好的聖經不只是因典 都包括律法 神的聖結都是很漂亮的 怎樣聖結漂亮呢? 譬如現在我們去天堂 天堂有些基督徒以前都不太喜歡我們 這個地上也有些基督徒不太喜歡我們 不太欣賞我們 去到天堂都不同了 你進來,很開心見到你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因為他在天堂 他再沒有世上那種負面的想法 他見到你就會歡喜 這就是神那種聖結的美好 但是我們的家庭很少是這麼美善的 很多,就算基督徒家庭裡面 都有很多炒鬧、不開心、煩惱 就算教會都有很多人際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神的聖結 所以神的慈愛和聖結都是很漂亮的 好了,看舊約的時候怎樣呢? 他有很多是預備耶穌來的 你看的時候,你就看到神的計劃 你就這樣想 譬如你有子女 他小時候有計劃給他 將來我想他怎樣?希望他做什麼? 為他預備到哪個學校? 即是我們會這樣預備 但是神一早已經預備好 我們怎樣得救 一早已經預備好救恩 你就一直看過 原來神一直這麼長遠的計劃 至於舊約 你還未記得有很多憲制的禮言 不過我看的時候 我真的有一個反應 那時候人們的犯罪真是很大的代價 成了牛、成了羊 我豁出去獻祭 我感激耶穌 我一犯罪 耶穌謝我 因為耶穌已經付了罪的代價 神就死不死我 其實是很大的恩典 其實那些牛、羊 或者他沒有錢 他用甲子或其他獻祭 都會告訴我 其實犯罪有一個代價 整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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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傾氣 很多肉好吃很久 神啊 他們這麼多禮儀 就告訴我們 犯罪有這麼大的代價 原來這麼大的恩典 而且以色列人犯很多罪 很多指責 很多指責 神啊 我都有很多盡 不過神有憐憫 你看到神的屬性 你有憐憫 你愛我 然後呢 就 多謝耶穌 我們現在白白得救 還有在指責 跟著又有憐憫 有恩典 總之我們看什麼 都會找到祂的恩典 但是呢 如果你的根基還沒找到 你就在舊日 看神的計劃 和神的救恩 神的聖結就不懂得看 但是呢 所以你看神的看得多 和你聽到聽得多 你發現我每次解經 我都會 就是我會詳細解經 我會解釋 給你明白那個經驗 那你明白呢 你就開始喜歡神的幻弱 那你明白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 看得頭 還有你自己看神經 有些不明白 都可以問我 有些上網可以找的 其實上網都有很大的問題 我都有 都是很多 就是由馬太開始看 四大福 就是四福音 那如果你看到家譜 你又不要覺得 哇很悶了 其實家譜是神很特別的預備 神怎樣預備定耶穌來 是一個特別的計劃的 就是祂有一個完美計劃 因為你對於耶穌的生命 或者預備耶穌來 沒有那麼熟悉 那其實我前幾個禮拜 你看這個Facebook 又會見到 你上網Facebook 找業務 會見到前幾個禮拜 我講到聖女如意的耶穌來 真的很奇妙 那你再看 有些在Youtube 因為Youtube很多 那Facebook前幾個禮拜 我又講到這件事 那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就會很欣賞 欣賞神的話 那你看的時候 有時候你的根基淺 你不要看那麼多 不要想著看很多 你留心看一段一章 一章普通人很容易看的 但是你留心裡面 那章裡面有些好的金句 就是思想那些金句 多些明白神的屬性 神的美好 又跟著我可以怎樣回應神 你都看到神的聖結 我怎樣可以遵從神 他們把守住 我懂得看很多�目 神職 都沒有基於聖結 靈禮 靈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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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禦